你要换图呢 就换这个就好了 非常容易 然后接下来呢 是如果资料量大于零的话 代表有资料 代表有资料 等于零就代表没资料 如果等于零的话 代表没资料 那没资料怎么办呢 他就立刻线上去下载 线上下载呢 他就要呼叫这个INIT Initial这个程式 那上线下载呢 就会扯到 他要到哪里去下载 当然到台北市政府嘛 那台北市政府呢 他的公共平台 就是公共资料的平台下载 所以这个程式呢 回去你可以稍微瞄一下INIT 好 那如果里面大于零 如果大于零的话 那他就走这一段 意思是如果没资料 他先去下载资料 把资料库填满 可是满以后呢 然后就回来开始做大于零这个动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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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